你觉得作为上海这个大城市来说 外地人多好还是少好 当然少好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的 给他们让他们赚钱 我们上海人出去东道主性 让他们过来赚点钱 对吧 我们出去好性 让外地人赚好钱了 感觉很牛逼了 房车都有了 对吧 看不起本地人了 把你本地人缠在脚下 说起来说 没有我们外地人过来建设上海 上海哪有这么方法 你这句话怎么反驳呢 你觉得他们说的这句话 对还是不对 有些是对的 有些是对的 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外来物工厂 过来贡献力量 但是你贡献到一定程度就好了 用低调点来 毕竟你在我们这边是客厂 不是主厂 除非是在他们主厂老家 都散开来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了 这样的 像我如果去苏州打工 我也夹着尾巴做人的 我去苏州的时候 别人也持说话交代 哎呦 跟上海你脑 跟上海你脑 啊可非常这样 这都一样的 这样的 我是一句话都不说的 像是如果之前我在那个电商那边 我也被一帮子安徽人骂过的呀 我就做了晚 做多做好的叫他们快一点 对吧 快一点 因为订单要出去 要出库了这样的 好了 被他们一帮子 其实都是安徽人 跑到仓库里来指证我嘛 要命了 我想这还了得了 还要命了 我又反驳不了这样子 所以说外地人 我现在是什么呢 有些外地人挺好的 他们知道 他们自己自知名的 他们知道自己该干嘛 不该干嘛 有些不是这样 有些像山东过来的 像哪里过来的 他们就感觉 我老了 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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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话我就不反驳 没死 我们都不 他们是有好的地方 但是呢 也不能做太出格 对吧 我们本地人就是你出格了 我们也要说了 你不出格 大家都兄弟 都是自家兄弟 是这样 就是你觉得有个别外地人 还是 还是应该低调一点 对吧 要低调一点 那么大部分外地人还是好的 他们 他们蛮 蛮不容易的 蛮不容易的 到上海能立足 蛮不容易 有些人到上海能立足 有些人到上海 而且能买房 结婚生子 在上海生活 这也就更不容易了 对吧 这个压力很大的 嗯 可以透露细节 现在很多外地人 可能或许 因为上海赚不到钱 没法 付不出房租 日常开销也很艰难 甚至也学我们本地的 开始坑老 是吗 问爹妈要钱 问爹妈跟他吓一跳 你去上海赚钱 怎么还要家里钱 上海赚钱 我扛不住了 你再让我扛半年 半年不行 我回老家 我回老家发展 这样 我也在坑了 这样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毕竟制度 我觉得坑老使用 上海人会坑 外地也坑 他们 他们也没办法 他们跟我说的 是没办法的办法 本来是爹妈叫他们来打工 来赚钱的 赚了六千块钱 自己用一千 还有三十千 吸轨价这样的 但现在房租这么高 经济一塌糊 工都找不到 这样的 老板们又都这么坏 都是不发工钱 捐款走人了 他们问谁去要家 劳动仲裁也没用 这样的 所以他们只能 再问家里 在一二年钱 这样的 那他爹妈 吓掉 要命的 那你还回来吧 对吧 一开始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就 却有些就说 外来无公者 如果你们扛不住 甚至扛不住的话 就 还是回老家发展 我不是赶你们走 磨刀这两个字 不是我们理解成 只对近云 磨刀这两只 很恐怖的 不要过来 四十个岁 胜不胜 不要过来试一次 上海经不起你试的 这样的 你有实力 上海是一个 有实力的人 才能带来地方 你有实力 身上带一个 一百来万 或者几十万 可以 也可以看看 试试看 适应适应 我身边就几万块钱 你别过来了 真的 你到最后 在上海没赚到钱 然后欠了一屁股 再回来 回老家 这样去